如果你的女朋友怀孕了 孩子不是你的 那想知道孩子的亲爹是谁 那可能比较困难 他多半会守口如瓶 或者是随便编个谎话骗你 但是如果这样的事情 发生在穆斯林的圈子里 用不上十秒 就可以知道真正的答案 你只需要拿出一本古兰经 让女朋友把手放在上面 那么无论他的秘密 多么难以启齿 都会如实地告诉你 那个人到底是谁 除非他自己也不知道 因为任何一个穆斯林 都不敢违背 真神安拉的旨意而去说谎 安拉是伊斯兰教中唯一的神 这位唯一的神在地球上 还有一个唯一的住所 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山区的 一条狭窄的山谷里 坐落着世界上最热闹的城市之一 麦加穆卡拉玛 城市的中心是麦加大清真寺 也叫晋寺 大清真寺的中心 是一栋穿着黑衣服的建筑 穆斯林把它称作克尔白 俗称天房 天房建立在一个大约10寸高的大理石平台上 是一座长12.6米 宽11米 高13米的立方体建筑 主要由花岗岩建造而成 天房的正面是建筑的东北墙 墙上有一扇高3.2米 宽2米 厚度0.5米的大金门 金门的内部是用木头制成的骨架 外面粘合着一层纯金的金板 门上装饰着精美的图案和美术字体的古兰经经文 整个天房是没有窗户的 金门就是通往天房内部的唯一入口 与普通的大门不同 金门的底部距离地面足足有2米高 所以想要通过金门进到里面 需要使用配有轮子的木制楼梯 金门平时都是关闭的状态 只有在特殊的场合才会打开 天房整体的颜色是花岗岩的本色 但是外面造着一层黑色的锦缎 叫做防衣 防衣每年都要在沙特国王的主持之下换新 主要起到一个防尘的作用 防衣上金色的古兰经经文和装饰的图案 全部都是使用纯金的金丝绣成 这些金丝一共需要消耗500公斤的黄金 对于世界各地的伊斯兰信徒来说 换下来的防衣上面最宝贵的部分就是门帘 根据沙特的传统 这个门帘会整体作为礼品 赠送给友好的国家或者是友好国家的穆斯林机构 有时候也会将门帘剪成大块的碎片 然后镶起来之后送给各国的清真寺 比如在北京市的牛街清真寺里就有一块 在伊斯兰教的世界里 天房不仅是真神安拉在地球上唯一的住所 更是全世界20亿穆斯林的信仰中心 天房每天接收到的朝拜超过100亿次 古兰经当中有着明确的要求 穆斯林在信仰上要做到五善功 这五善功里的第二功叫做拜功 就是要求任何一位地球上的穆斯林 无论你身在何处 每天都要对着天房进行五次的礼拜 这五次礼拜没有固定的时间 而是以太阳的起落为准 分别是在日出之前 中午太阳最高的时候 下午的日落之前 还有日落后的第一时间 以及夜晚当中来礼拜五次 这对于地球上的穆斯林来说不算太难 但是如果在地球之外就会比较麻烦 有一个马来西亚籍的太空人 叫做谢赫穆扎法尔舒克尔 他在2007年10月乘坐俄罗斯的火箭 去到了国际空间站当中 这个国际空间站每天要绕地球16次 也就是要经历16次的日升日落 这就意味着谢赫按照古兰经的要求 每天需要进行80次的礼拜 这种礼拜的过程最快也要10分钟左右 这就意味着谢赫每天要拿出13个小时来进行礼拜 这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 大马当局特许他按照地球的标准 一天礼拜五次 只要礼拜的方向是科尔白天房所在的方向就可以 如果是一些方向不好的穆斯林 还可以借助礼拜朝向的专用指南针来保障自己 无论身在何方都能正确地进行礼拜 像天房做礼拜的仪式其实并不复杂 主要就是立正鞠躬跪拜三个动作 然后口中再以阿拉伯语默念两句话 第一句是除安拉之外别无真神 第二句是穆罕默德是安拉的先知和使者 这两句话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 武善宫当中的第一宫的内容 也是每个穆斯林每次祈祷所必须默诵的祷告词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每一个穆斯林在出生时候听到的第一句话 和临终前所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都是这两句 那武善宫当中的第三宫叫天克 就是每个穆斯林要把自己所得的任何财产 拿出来2.5%交给伊斯兰的教会或者是国家 用来施舍贫困或者需要帮助的人 穆斯林认为交付了天克 自己的财产就会变得更加洁净 武善宫里的第四宫叫做斋宫 是通过斋戒的形式来达到赎罪的目的 穆斯林要在每年回历的9月斋戒一个月 在这个期间整个白天不吃饭不喝水 也不能行房事 不过到了天黑之后就可以该干啥干啥 而身为一个穆斯林 想要达到人生的圆满 就要完成武善宫当中的第五宫 到神的家里去串门 每一个身体健康的成年穆斯林 不论是男是女 在一生当中都要去一次卖家的天房进行朝圣 如果是年迈体弱 或者是生活不能自理的人 可以请其他人代替去朝进 女性朝进 要在自己的丈夫或者是直系亲属的陪同之下 一同前往 由于穆斯林遍布全球 很多地方距离卖家路途遥远 所以对朝进者的经济状况也是有规定的 朝进者需要在不负债的前提之下 能够完好的支付旅途的时速费用 但是这个费用不能是靠变卖家产 或者是借钱来支付的 那除了产生的这些费用 你还要给家人留下至少一年的生活费 朝进分为正朝和复朝 正朝就是在固定的日子去朝拜天房 并且完成规定的全部仪式 复朝就是在其他的任何时间去天房朝圣 正朝的日期是伊斯兰利法的12月8日到12日 伊斯兰利与公元纪念有差别 所以按照公历来看 每年朝进的日期都是不一样的 每到临近朝进季的时候 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朝圣者会提前组队前往卖家 朝进期间 男性要穿上一种 有两片无缝边的白布所组成的服装 上半身从上垂下包住身体 下半身有白色的腰带绑住 这种衣服叫做戒衣 穿上戒衣的朝圣者 不管你是世界无外祥的总裁 还是朝九晚五的打工一族 在真主面前都一律平等 同时戒衣还象征着圣洁的美德 可以免于过去的一切罪孽 而女性的朝圣者需要露出手部以及脸部 朝进的那一周 卖家往往会聚集数百万的朝进者 完成一系列的仪式和程序 其中最隆重和壮观的就是巡礼天坊 也就是围着安拉真神的家转圈 穆斯林把这项朝进的仪式名字叫做塔瓦夫 朝进者们会围绕在天坊的周围 以逆时针的方向绕行天坊七圈 巡礼天坊的过程当中不能吃东西 不过因为卖家的温度太高 脱水中暑的情况经常发生 所以朝圣者是可以喝水的 由于朝圣的人数实在太多 教会主张朝圣者们在绕行的前三圈 要尽量的加快步伐 在后面四圈的时候 再可以逐渐放慢脚步 在克尔白天坊东南角的墙壁上 镶嵌着一块黑色的石头 石头的直径大约是30厘米 被固定在银矿中间 每当朝进者转到天坊的这个位置 距离天坊近处的穆斯林 就会以最敬畏的心态 试着去亲吻这块黑石 但是朝圣的人越来越多 实在是太多 那不可能每个人都亲吻到黑石 那么远处的穆斯林 只能是向着黑石挥手来表示敬意 如果说天坊是整个伊斯兰教的中心 那么黑石则是天坊最重要的部分 它被视为绝对的圣物 对穆斯林信仰具有难以置信的意义 因为在穆斯林的全书当中 这块黑石是遵循了阿拉的指令 从天上落入到人间的 朝进天坊的习俗已经持续了上千年 对于早期的穆斯林来说 前往麦加朝进是一趟漫长而危险的旅途 麦加地处沙漠中央周围环境恶劣 在千百年前交通工具不发达的时期 朝圣的过程往往要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 途中经常会看到被渴死的信徒的骸骨 十七世纪的时候 一群组团去麦加朝进天坊的埃及人 就在途中丧失了1500多条人命和900头骆驼 1924年 有一只上万人的叙利亚朝进者队伍当中 大概有五分之一都死在了途中 两年之后又有12000人在朝进的旅途中死去 到了二战之后 随着交通的便利以及航空业的发展 各国的穆斯林去参加朝进 只需要坐几个小时的飞机 就可以抵达向往已久的胜地了 后来随着全球人口的不断增加 和穆斯林的数量增多 现在每年的朝进季 麦加都要接待数千万名的穆斯林朝圣者 那为了保障朝圣者们的人身安全和朝进的体验 沙特政府不断的对清真寺的硬件来进行升级改造 为了使室内温度维持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整个清真寺地下建造了一个巨大的制冷系统 然后又从希腊的萨索斯岛进口了大量的白色大理石 经过处理之后 这些大理石对阳光可以进行慢反射 然后铺在朝进者环游天房时所行走的地面直上 这样的地面既不烫脚也不会反射刺眼的光芒 清真寺还专门准备了4万条穆斯林礼拜时所跪坐的地毯 并使用专门的机器对这些地毯进行清洗和养护 以便于随时进行更换和补充 麦加大清真寺内的所有设施 每天都要进行四次全面的清洁 每次清洁的过程都需要1800名工人同时进行 另外还有40台电动车和60台洗地机 对地面时刻的进行清扫 那么为了解决上千万朝进者吃喝的问题 寺庙管理方还提前储备超过300万桶的纯净水 还可以同时提供400万份的餐食 解决了吃喝之后还有就是排放的问题 在清真寺周围的整片区域 一共设立了13000个卫生间 这些卫生间为了节约空间 大部分位于大清真寺的地下部分 配备着良好的通风系统和灭虫的设备 整体算下来 沙特政府每年在大清真寺的投入超过5000万美元 才得以保障数千万穆斯林能够感受到良好的朝进体验 虽然前头的不少 但是回报更高 穆斯林对卖家圣地的朝进之旅 也为沙特的旅游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单单是朝进正朝的这一周时间内 卖家城就在旅游领域获得了1亿美元的利润 这种旅游效益还从卖家扩散到了整个沙特 对于伊斯兰教的信徒来说 天房是神明的住所信仰的中心 对于沙特政府来说 它的另一层现实意义还是一台超级印钞机 通过朝进天房的活动 沙特全国每年营收已经达到了150亿美元 占沙特GDP的9% 在沙特的非石油收入当中占比为25% 如果全世界的穆斯林数量继续上升 那朝进的活动所带来的收益也会继续增加 然而作为伊斯兰教的信仰中心 天房最早其实并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样子 它甚至都不属于伊斯兰教 因为它的出现比伊斯兰教的出现还要早很多 事情还是要从那一颗神圣的黑石说起 伊斯兰教出现以前 对于克尔白天房的历史几乎是空白的 也没有任何的考古学的证据可以证明它的起源 但是在伊斯兰教的教义当中 克尔白天房是第七天堂当中天房的地球复刻版 建造它的人是阿拉伯人的祖先亚伯拉罕 传说人类的始祖亚当离开了伊甸园之后 在人间修建了克尔白天房 后来上帝发大洪水淹没了大地 天房被冲毁 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共同始祖亚伯拉罕 和他的大儿子伊什玛丽在克尔白遗址上重建了天房 天使加百列又将一块黑石镶嵌在了克尔白东南的墙角上 当然这只是宗教的教义和传说 不过那块神圣的黑石的确不属于地球 从科学和历史的角度来看 天房则有另一个版本的起源方式 在大约2000多年前 一颗陨石坠落在了麦加地区 碍于当时人类的科技水平所限 人们无法解释陨石坠落地球的原因 于是这块意外的天外来客 激发了人们各种想象的源泉 而被视为神迹 那不管它是不是来自上帝的投掷 那这颗来自地外世界的黑石 无疑是一种可以凝聚信仰的强大力量 陨石坠落的地方被古人视为圣地 并以此建立了朝拜神明的场所作为神殿 这就是天房最原始的雏形 接着各个大大小小的宗教派别开始聚集在此 这些宗教都将自己供奉的神像 放在天房的周围进行朝拜 巅峰时期 这里一共有360座不同的神像 古代的阿拉伯人是游牧民族 恶劣的生活环境导致了其好战的性格 再加上大家各有各的信仰 各有各的主张 各个部落和族群之间总是摩擦不断 生死堪淡不服就干 经常爆发战争 根据明确的史料记载 在公元500年到公元622年的100多年之间 阿拉伯人种族内部 一共爆发了1700多次的恶性权偶事件 不仅如此 当时的阿拉伯人几乎都养成了吃喝嫖赌 坑蒙拐骗的好习惯 高利贷和暴力催收随处可见 甚至活埋女鹰都成了一种时尚的行为 但是神奇的是 不管大家平时如何的剑拔弩张不共戴天 当人们来到天房附近朝拜时 却都相安无事 那些有着杀父之仇 夺妻之恨的人们 在天房的神像面前 似乎跟失忆了一样 这就让一些人看到了信仰的神奇力量 而天房似乎是可以将这些人的信仰统一起来 那么如果可以通过这些天房 将所有这些神教进行统一 那必然会发扬光大 于是在整个阿拉伯半岛的各个部族 都在谋求建立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国家时 一个应运而生的智者 登上了历史舞台 这个人叫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出生所在的古来士部族 刚好当时拥有天房的管理权 于是他借助天房的信仰力量 创建了一个新的宗教 取名为伊斯兰 伊斯兰的教义告诉人们 阿拉才是创造一切的唯一真神 而穆罕默德是阿拉在人间最后的一个使者 他还告诉人们 真正的神是不搞偶像崇拜的 所以阿拉没有神像 连画像都不需要 所以在世界三大宗教当中 你会发现有佛祖的佛造像 有上帝和耶稣的画像 但是你无法知道 真神阿拉到底长什么样子 穆罕默德创建完了伊斯兰教 接着就通过物理手段 对阿拉伯宗教进行了思想统一 公元630年 穆罕默德率领穆斯林 将供奉在天房周围的360尊神像 全部砸碎 然后又铲除了天房内所有的壁画 他号召人们放弃世代尊奉的多神信仰和偶像崇拜 转而独尊 唯一无二的真主阿拉 至此天房也从一个多神教的神坛 转变成了伊斯兰教的信仰中心 从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学上来说 这一步对伊斯兰教的壮大非常关键 在历史当中也非常常见 比如秦社皇焚书坑儒 以法为教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都是通过强硬的物理手段来打造思想统一的目的 进而建立大一统的王朝 但是对于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教来说 这些还不够 人类作为社会型的动物 社交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那么想要将当时人兽部分的阿拉伯刁民驯服 还需要一部具有完全影响力的指导性经典 这部经典代表着神对人类一切活动的制约 所以古兰经就是穆罕默德取得最后胜利的王炸 古兰经一共有114章6236节 里面讲述的内容非常广泛 从精神层面的提升到实践层面的指导 事无巨细面面面俱到 对于穆斯林来说 这些指导都来自阿拉对穆罕默德的启示 公元609年到632年期间 穆罕默德每次只要接受到一些启示 他就立刻口授给面前的弟子 弟子们马上就会随手记录在皮子上 石板上 树枝上 瘦骨上等等 一切可以记录的地方 那最终汇集成了一部32万字的古兰经 那靠着这部包罗万象的法典 穆罕默德成功的调和了当时社会上的阶级矛盾 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 他把一盘闪杀式的阿拉伯人 融入成了一个统一独立的民族 在阿拉伯人的心目当中 没有哪一本书的地位和作用可以与古兰经相提并论 穆斯林对古兰经的崇拜敬畏和顺从是融入到灵魂深处的 这就是为什么只要他们把手放在古兰经上 必然不会说出谎话 这段历史概括来说就是 穆罕默德通过一栋房子和一本书 建立了一个信徒数量庞大的宗教 以及世界上的第一个伊斯兰国家 我们现在看到天房的外观也不是神殿最初的样子 在一千多年前自然灾开和人为破坏当中 天房几乎每隔一百年左右就要被重建一次 现在的样子最早出现在四百年前 公元1629年暴雨和山洪侵袭了麦家城 当时天房的墙壁被洪水冲垮 大清真寺也遭到了严重的损坏 当时奥斯曼帝国的苏丹穆拉德四世下令使用花岗岩对天房进行重建 同时将大清真寺也进行了翻新 天房最后一次的重建是在1996年 当时已经使用了比较现代的建筑技术 坚固程度也较之前有大大的提升 把灾害性天气所带来的影响降到了最低 同时麦家城再出现大规模战争的概率也不大了 因为与20亿的穆斯林为敌 怎么看都不是一件明智的事情 所以在几百年内天房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 当然穆斯林并不是在崇拜天房 天房代表的是伊斯兰教当中神的全能性和威仪性 它是穆斯林与真神建立联系的一个通道 是一个坚定信仰保持虔诚的物质媒介 好 关于天房的话题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 如果你看到这里都还没点赞的话 你应该知道接下来怎么做 如果你想看更多有趣的视频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小K 下期再见 拜拜